我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因为受到了美国非农业就业报告的提振 分别上涨了0.4% 0.29% 0.34% 但整体来说美国的股市第一季度就是1月到3月收官 创下了两年来最差 因为大多数的资金在恶乌战争之下都流向了石油 小麦 荷涅等多个市场里头的大宗商品 一整周下来美股分别下跌了0.12% 科技股NASDAQ上涨了0.65% S&P上涨了0.06% 美元指数本周下跌了0.16% 黄金下跌了1.84% 而本周对美元汇率的部分日元继续贬值了0.39% 韩环升值了0.28% 新台币继续贬值了0.17% 人民币升值了0.05% 欧元升值了0.55% 值得注意是车的部分 因为当石油价格如此高的时刻 丰田汽车因为它在美国的销售量相当的好 所以它上涨了1.09% 福特汽车上涨了1.09% Tesla上涨了7.32% 电动车将是未来的趋势 而本周汽车会上涨的原因是上个礼拜下跌了太多 美国释出了历史上最大的战略石油 而本周的半导体的股价 Intel下跌了7.18% 台积电下跌了3.69% 三星的GDR上涨了0.6% 科技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Apple本周下跌了0.23% Amazon下跌了0.74% 微软因为即将举行开发者大会上涨了1.89% Alphabet下跌了0.58% Facebook上涨1.37% 营串流的Netflix下跌了0.1% 在疫苗的部分 看起来Omicron变种可能再度的席卷全世界 或是本周下跌2.26% Moderna的股价本周上涨了6.43% 待会回到文青的世界财经周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